试试 是不是在担心模特的事 你会读心术啊 如果不会你别瞎猜 不会读心术 但每次猜的都没错 不是吗 别拿巧合当常态 那你也别嘴硬 模特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 你不会是想毛翠自荐吧 怎么我不够格吗 身高 腿长 身材比例还可以 但是唯一的缺点 一张冷冰冰的脸 走上梯台台下的观众 全部都结成冰块 这不是我跟许墨诚说的话吗 我还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 是不是许墨诚出卖了你 把你这段话告诉了我 你怎么知道的 你脸上写着 丁总 我没有时间跟你拼嘴 我也没有时间来跟你闲聊 我是来谈正事的 我很自信以我的条件 绝对比仁婿强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不想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麻烦 就 你这种伪善的白莲花 有什么资格勾引我的男人 想借进入DI集团勾引丁文孝 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想骗过所有人 但是骗不了我 丁总 在模特这件事情上呢 我自己想办法 不麻烦你再替我操心了 我还要继续工作 骗我说工作忙 原来呀 是和许墨尘偷偷地约会 害得我白担心一场 怎么不是许墨尘 是他 想破坏我女儿来之不易的感情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个人 怎么不知羞耻啊 你明知道我们家 严下有对象的 你怎么还在中间搞破坏呀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这要是大白天的 可能我误会了 这现在都几点了 半夜三更 不能寡女共处一室 能误会吗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 眼下做了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可饶不了你 我 阿姨 阿姨 你个臭小子 你别跑啊 阿姨 你那身上力气 你别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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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给你解释 干嘛呢 你让开 我跟你就信这个衣冠禽兽 你说 你受了什么委屈 妈该做主 我没受委屈啊 怎么可能呢 你是不是不敢说呀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呀 大白有点脸齿心的人 都知道女人明节的重要 今天幸苦是被我撞见了 要是被别人撞见了 要传出去该多难听呀 万一传到我未来女婿许莫辰的耳朵里 你说她该这么想 啊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了吗 啊 我胡说了吗 妈 阿姨 我告诉你小子 以后别再纠缠我们家爷下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少说两句 不是 你怎么还替她说话呀 你是胡同虫啊你呀 别喊了 这街坊连去都听着呢 那好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你 走吧 走吧 妈 丁总来找我真的是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你错怪他了 你的手约没彩 你画个设计图还需要他帮忙吗 别给我找借口了 我没找借口 我说的都是事实 公司要求我跟牧总监比赛 我需要模特 所以 对呀 那许莫辰不就是个模特吗 你怎么不找他帮忙啊 又不是没找 只是晚了一步 不可能 五百万的拒债 他都能帮咱们家给还了 你找他当模特 这么点小事他能不帮吗 眼下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给我搞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腿 咱家没这家风啊 你连那姓丁的小子远点 妈 你能不能讲道理啊 你妈的话就是硬道理 许莫辰 就是妈心中的女婿 其他的想都别想 行了 我先回去了 那要许莫辰他看得上我呀 你不要 我刚才说你